因為我沒有辦法好好的聰明 所以請大家原諒我 可以用朗讀的方式來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其實我已經看出大家的道路了 他的道路就是想要等風頭過去 然後付出直播 付出爭論節目 他只要過了這一關 他就可以伸出他的顯珠手 繼續取巧式的去騷擾其他的女生 用了最大的力氣站出來揭發朱凱翔 這個新騷擾官犯 我知道我的勇敢可能就跟躺平躺劇一樣 用力的喊也很難改變社會的現實面 但是如果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都過去了 他要重開直播 從上爭論結錄 我繼續大也不慘地批評 甚至繼續用他的影響力騷擾其他的女生 我想說的是 那是這個社會的悲哀 在開始發表聲明之前 我想先放一段麗小姐她的錄音 那這個錄音為了保護當事人 所以有做過變身的處理 這幾天看到朱凱翔絲毫沒有誠意的道歉 還一直用假帳號 網軍 還有自己公司的員工 朋友 在受害者相關的文章底下留言 企圖帶風向 我對於這種做法感到很不齊 而且覺得很可惡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再出來說點什麼 朱凱翔這樣的做法 其實只是想要讓其他的受害者 更加不敢發生 但我只想告訴其他受害者 一個人斷判的朱凱翔可能真的很恐怖 但是一群人就會有力量 朱凱翔在業界本來就是性騷擾官犯 這一點根本無需多言 只要有跟他一起喝過酒的人 就知道他酒最後是什麼樣子 就是對女生手來腳來 強吻 強摸 強抱 過去因為他是當紅的政治節目製作人 許多剛入行的女記者 或是政治幕僚 都因為權勢不對等 被他騷擾而不敢反抗 一直因人至今 但是我覺得更可怕的是 朱凱翔性騷擾的這個現象 已經存在業界很久很久了 當我詢問一些資深的女前輩 為何他們能夠忍受時 他們總是說習慣就好 他就是這樣 什麼時候女性被朱凱翔性騷擾 應該成為一種習慣呢 很多人質疑既然被性騷擾 那為什麼還要出席他所在的聚會 或者接受他的邀約 但我只想說 我們為什麼要因為一個惡人 就放棄跟其他人一起聚會的聚會 這個社會應該做的 是讓朱凱翔這種人 不敢再這麼明目張膽的性騷擾女性 而且得到應有的懲罰 而不是一直期待 除弱勢的受害者 應該要去自己保護自己 遠離惡人 強烈建議朱凱翔好好面對自己的錯誤 不要再強編 如果過去你要管好你的賢豬手 那麼這些事情根本不會傷到你 今天召開這個記者會 我是想跟社會大眾說 其實要站出來真的要有很大的勇氣 那 因為我沒有辦法好好的聰明 所以請大家原諒我 更用老度的方式來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那 其實這幾天真心俱癖 那一個性喪好悲哀的我 還要受到朱凱翔的網軍跟支持者 持續的霸凌 會有很深很深無力感 那我就直接說 其實 我已經看穿他的道路了 他的道路就是想要等風頭過去 然後付出直播 付出正論節目 他只要過了這一關 他就可以伸出他的賢豬手 繼續取巧式的去騷擾其他的女生 朱學恆 跟新少兒中配軍很差勁 所以不分藍綠 大家都在牽涉他 但是朱凱翔 新少兒的惡行 現在至少有我 李小姐跟A小姐 已經 陳乃宇議員 四個被害人的故事都已經揭露了 那我的手上還有很多受害人的故事 他們目前不願意公佈 他們還在 角落 我害怕戰鬥 只能默默的 給我支持跟加油 這四位被朱凱翔性騷的女生 朱凱翔否認了陳乃宇議員的指控 不敢否認我跟Z小姐的指控 他甚至不敢告我 請問 這不就是默認嗎 如果朱學恆因為中配軍 性騷擾他而必須退出直播圈 退出爭論圈 就算不把朱凱翔否認的 陳乃宇算進去 那為什麼 朱凱翔性騷擾的陳方寅 性騷擾的Z小姐跟A小姐 卻可以躲起來 不用宣布退出記者圈 直播圈跟爭論圈 還可以 囂張的放任他的網軍 跟他的支持者 來霸凌性騷擾的悲哀人 不要忘記朱全欺欺的總配軍 但是朱凱翔不只是 當著其他兩人的面 讓弱槍我臉炮 還有肢體上的冒犯 他也親了A小姐 甚至用玄珠手 侵犯了A小姐跟Z小姐 最後我想說的是 我用了最大的力氣 站出來揭發朱凱翔這個性騷擾官犯 我知道我的勇敢 可能就跟躺平黨劇一樣 用力都還很難改變社會的現實面 就是如果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都過去了 他要重開直播 從上爭論解錄 繼續大也不慘的批評 甚至繼續用他的影響力 騷擾其他的女生 我想說的是 都是這個社會的悲哀 謝謝 呼籲朱凱翔 如果你真的捍衛你的清白 如果你要用不記得來這樣子說辭的話 就請你對陳芳營提告 告陳芳營對你加重誹謗 告陳芳營污蔑你 告陳芳營防害你的名譽 那大家法庭見 在法庭上這些不敢出來的受害人 他們可以作為證人 他們就可以在司法的保障之下 能夠暢所欲言 能夠不要做偽證 然後在法庭當中 在保密的狀況之下 說出他們的證詞 如果朱凱翔你今天 真的要否認 或者是不認錯 或者是說忘記了 不記得了 然後所有的其他人事實地物 通通記得一清二楚的話 就麻煩你提告陳芳營 告他對你加重誹謗 看你敢不敢告 如果你敢告 那大家在法庭就可以見真章 不要用好像表面上沒有證據 就可以繼續用這樣子的一些 媒體的影響力 勢力 然後企圖能夠蒙混過關 受害者不應該再被霸凌 受害者不應該再被羞辱 被害加害者應該要付出 應有的懲罰跟代價才對 在法庭上 在法庭上 受害者不應該再被霸凌 受害者不應該再被霸凌